当然法国我道任马克宏他是国内压力大 他就甩锅 甩给谁甩给美国 欧美的政治就是这样 你都是往外甩 你现在这个能源价格涨了 他就说是美国人 你用四倍的 这不是朋友之道 那另外你现在这些所有的问题 现在都往美国甩 那法国本来就强烈的反美倾向 这个是应该对法国领导人来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招 所以原则上他也不是真的 跟美国要划清界限 基本上法国在这方面我觉得 应该是还是挺狡猾的 他在这个夹缝中找一个地位 不过这也是因为 法国国内的各种力量 像这些铁路工人什么都慢慢起来 这个是一种系统性的反政府 反现状力量的话 我觉得马克宏他也很聪明 把这些问题都往美国甩 那么他自己12月也要去美国了 对 12月去美国如果碰到的 又是一个跛脚的一个拜登 我想他们两个又要谈什么呢 对 那其实现在这个世界 最主要问题就是 俄乌战争你都给他控制住的话 然后美国的这个应付通膨的手段 不要这么激烈的话 你到明年给他升到 升息都升到5%了 那你治其他的经济体怎么办呢 世界上其他的 你欧元快要被打趴啦对 所以这些问题的话 一个是美国解决他自己的通膨问题 不顾其他的死活 另外就是恶务战争 能够早一点停吧 你这个能源市场能源供应 尤其欧洲的能源供应 这个燃煤之急这个危机就可以解决 可是你们这两个地方 你不去做根源性的解决的话 欧洲只有越来每一个冬天都越来越寒冷 现在欧洲这个是必变 必发生什么 民变 民变以后就发生什么 就发生政变 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 欧洲现在很快就会展开 那萧芝去中国大陆的话 我想他也该去了 因为他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是被叫去了 叫得很不好看 那个时候我记得在记者会的时候 拜登几乎板起来跟他讲说 北溪二号是不行开的 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 当然没多久就打起仗来了 美国也就很高兴顺理成章 把北溪二号给他等于废了 那这次又干脆炸了 可见北溪二号是美国心目中 多严重的眼中的一根刺 现在眼中自私拔掉了 萧芝第二次出国到亚洲来 他到日本 没进中国大陆 对 所以他这次去 我觉得就这个过去 他平衡两次 对出国访问 这一次我觉得他是必须要来 因为他最大的经济利益 现在是在中国大陆 而现在欧洲的 我觉得他们在欧洲的这一次 目前能源危机 造成他的很多 大型企业虽然还撑得住 很多中小企业 因为能源价格 倒闭的很厉害 那这个问题怎么办 那会不会寻求中国市场的 更大的合作 或者说就是让 欧洲的大的公司 能够借重比较多一点 大陆的生产的基地 来维持他现在在 欧洲本土的这个产业 面临的一个危机 看一眼不是 一时三刻可以解决的 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战略的 战略的意义 另外我觉得他背后 最主要还是欧洲 德国大企业的力量 德国大企业前面前三大 前面有三个都是搞 都是搞汽车的 那这个汽车的问题 没有中国市场或中国大陆市场 有往后退的吉祥 那会重创德国的产业 那么汽车是一个龙头型产业 那当然我们前一阵 我们也知道BASF 全世界最大的化工业 已经到中国大陆 是占江吧 投资100亿欧元 相当大的投资 可见这个战略布局 对欧洲 尤其德国这样子的工业 高度工业化 高地以赖 这个国际市场 尤其中国大陆市场 这样一个国家来讲 是有非常高的战略性的地位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去 基本上 安他国内产业的心 就是主要产业 这些大公司的心 另外一方面 还是可能有一些大的问题 会跟中国大陆再来谈 也就是说中欧之间的 长远的贸易跟投资关系 那么是双方要得到 对方一个比较肯定的答复 那对未来才能够 比较有信心的继续走下来 可以见中国大陆的 这个整个外交的态势上 我一直觉得 中国大陆现在强调斗争 强调斗争就要讲 中国共产业强调斗争的 基本技术就是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的话 这个时候一定主要敌人 就是美国 次要敌人是欧洲 所以是欧洲在这个时候 一定可以在中国大陆里面 受到相当大的重视 所以我认为他这一次 去中国大陆 戏都已经排好了 我想就是要告诉 这个德国的产业界 这是最主要的 还有就是说 像中国大陆就希望展现 对欧洲 整个欧洲 还有对美国展现一出 中国跟欧洲的主要 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还是不仅安然无恙 而且前景可期 还有继续很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预测 大概11月初他去中国大陆 你会看到中国大陆 会比较高规格的接待 另外可能在成果方面 可能也是会感觉让你是非常丰硕 对啊 习近平主席特别也说 其实中国开放的大门 只会越来越大 意思就是他还是要拥抱全世界的 那尤其来看倩姐 你怎么看 因为这一次呢 蕭茲在这个欧洲开会的时候 他还特别说 欧洲啊没有相关的声音 是主张跟中国大陆脱钩的 甚至还传出来说 他要带呢 所谓的这些企业团去 传出什么 西门子的总裁嘛 福乐仁还有包括大众 的集团的首席的CEO 他这两个可能要去 另外来看到 当然还是欧洲有一些声音 就开始说 拉脱维亚总理说什么呢 我们应该要 欧盟一起啦 不是一对一啦 然后呢 爱沙尼亚总理也说 应该统一的态度等等 就是有这些杂音 但是德国现在是很务实的 还有呢 蕭茲他也支持说 中国大陆的中原海运呢 要来收购 德国的第一大汉堡港 托勒奥特码头 35%的股份 那蕭茲被说是厉害众议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常常说经济就是实的 他有理性 那中国跟德国的经济中间的互补性 的确比跟其他的欧洲国家还要强很多 中国大陆我们现在知道在500个重要的工业项目中间呢 有差不多40%都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 但是还有很多的重工发展等等呢 都跟德国有长期的合作 对 所以在2021年我们刚才又查了一下 中国的双边贸易达到了2454亿的欧元 比前一年增加了15% 同时德国在最近几年开始呢 增加对于中国大陆的投资 前段日子我们讨论的都是汽车跟石化都已经讨论过了 所以在这样的两边的互利的关系 非常密切的情况之下 对于德国来说中国大陆除了是他的未来生产的技术伙伴以外 他最重要的是他未来产品的重大市场 如果没有了中国市场 很多德国的产业会丧失他全球30%到40%的市场的机会 所以如果在非常务实的角度来看呢 中德的贸易关系跟工业合作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才对 这也是为什么Merkel在任的时候他问中国大陆访问了12次 大家都知道甚至他在拿自助餐去外面这个菜场的时候 都被很多人包围 大家都觉得他这么的平易近人 他代表的就是一种德国的那种非常务实的态度 同时若是德国不积极的去参与中国大陆市场的成长 那么中国大陆反向向德国的投资 中间呢就会有一些平衡的杂音 比如说刚才嘉远讲的对于汉堡 托勒奥特货柜码头的这个投资 其实这个投资在Costco就是中原海运来说呢 已经是他在欧洲的第三个投资了 他之前投资了荷兰的路特丹 投资了比利时的安特瓦 这些都是我以前常常去的地方 所以在投资汉堡港的时候 汉堡来说若是他今天不接受这个投资 他的关键地位就是成为中国货运的 这个主要枢纽的地位 会不会在竞争上就输给他的另外两个竞争对手 而且另外两个竞争对手都是非常优质的深水港 或者是若是一带一路继续不断的增强的话 他会不会甚至输给了在地中海的竞争对手 包括一带一路我们都知道有一条支线是到土耳其的 那土耳其往地中海的这个东边这一带的这些 所有的货运是不是德国也就没有份了呢 所以对于德国来说这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投资 在去年的时候通过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人是股掌叫好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国现在有一个高度反中的外交部长 还有他所带领的有六个部会现在要积极的去反对 但是这个案子对于德国来说 除了可以拿6500万欧元去得到35%的中国投资以外呢 土地100%都还是德国的 整个港口的营运100%都还是他原来的汉堡港务局来负责 所以对于他来讲只是多了一个拿钱进来的伙伴 并没有在土地的所有权或者是营运上面有任何的改变 却在政治上面被杯葛 因此我认为在10月底就是马上就要到的10月底 这个案子可能会在抗疫之后呢 慢慢的烟消云散 它就会自动的生效 那肖茲如果真的要到中国大陆去 总是也要带个伴手礼吧 带个伴手礼 我们现在已经三万一了 赶快继续冲起来 亮哥你怎么看呢 因为倩姐特别提到经济理性的这一块 德国你是没有办法脱离中国大陆的市场 还有呢他的一些产业的 尤其来看到这个港口呢就被说 为什么有人反对就是这个绿党的嘛 经济部长哈贝克反对这个收购案 他之前还说要跟中国大陆脱钩不是吗 然后呢其实肖茲曾经担任过7年的汉堡市长 他一直都非常支持这一个港 跟中国大陆合作 支持跟中国大陆的贸易 好另外呢汉堡港的港务高层也说 拒绝中国大陆的话 你不仅是对港口 也对德国都是个灾难 还有汉堡港的这一个呢 所谓的发言人 他也说这笔是非常单纯的交易 结果被政治化了 中企投资只是运营的 一个码头的一间公司 好另外呢欧盟还有一个理事会主席 米歇尔也说 欧盟领袖认为大陆的确是威胁啦 但是没有要寻求直接的对抗 这个刚好是我明天的题目 做点广告了 我跟你讲啊这个 德国真的就是被绿党放大了反中的意识 事实上有人做过民调 那美国把中国当作首要威胁的 有64% 德国只有7% 那美国有66%认为俄罗斯是第一威胁 德国是22% 所以事实上他们对中国 因为中国不可能来威胁欧洲 这么威胁呢 那么远对不对 所以而且那个肖之他本身 是汉堡市长出身的 他当过7年的汉堡市长 那他在任内就是跟中国友好往来 所以他后来变成梅克尔的财政部长 那他目前也是汉堡地方选出来的议员 所以坦白讲啊 就他自己的立场 不只是为了汉堡好啦 因为倩姐刚刚讲到跟 荷兰还有比利时的竞争嘛 而且也为了他自己的选区的利益 我讲白了啦 而且继任者那个汉堡市长 就是他的 他的junior啦 就是他把他扶植上来的 所以整个态势我认为啦 他应该就 反正你只要不要提出 不要提出案子到审查会 这个案子就自动生效了 因为他是10月底之前 没有否决的话就自动生效了 对没有错 那我认为因为他11月3号或4号 就会到北京嘛 所以倩姐刚刚那个观察 我是同意的啦 就是你总要有办手礼吧 那而且你要带企业团去 对啊 你那个企业团去 不就是又希望跟中国 能够得到一些政府的协助吗 因为德国的前十大企业 有四家是汽车 那他的营收在中国 大概都占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 这个真的就是攸关国家的经济啦 而且我跟你讲啊 我也找到了一些资料 这个德国的经济 在今年跟明年 在欧洲都是看坏的 就是因为他的能源太贵了 他甚至连意大利都比不过 就是他成长率都只有1%左右 所以坦白讲是有一定的风险啦 然后你再去看他的股市 相对于美国股市 那个跌幅更凶啦 所以方方面面的指标 坦白讲都不知道怎么办 还有能源还不知道要从哪里来呢 你那个管线天然气 二股美啦 然后俄罗斯说你那个 这个支线要不要用啊 他不敢用啊 他现在不敢用 所以你这个部分还是卡住 在短期的未来找不到出口啊 而且他这个情况 继续恶化下去 就会造成他高度使用能源的 相关的产业都外流了 产业空洞化 我们最近看到新增的投资 有关他的重工业的部分 不是跑到美国就是跑到中国 这非常非常明显 所以我认为消资 就是不可能会在这个议题上 会看不清楚啦 可是当初他组那个红绿灯内阁 就造成今天这个不幸的一个根源 困难的时候 因为那个自由民主党也是反中的 那他是他的财政部长 然后他的经济部长还兼 副总理也是绿党的 然后外交也是绿党的 国防也是绿党的 你怎么会搞成这样的联合政府 坦白讲这个 这个就是考验他的魄力 就是我觉得他如果激进一点 他就跑去跟基民党搞大联合 那把这两个小党甩开了 那这样你就可以重建德国整个 因为这已经是进入危机政府的时代了 这个还不构成危机政府的条件 那什么是危机政府的条件 德国未来两年都不好过的 是 那你如果还在那边内部拉扯 我真的不知道你能够做多久 而且他的民调已经跌破30了 消致的民调现在跌破30 你知道吗 多可怕 很惨 对啊你这样怎么统治呢 对不对 全球大事业中天的优质国际新闻 我们开会人咯 欢迎大家加会员成为 全球大事业的一份子 支持应援123订阅按赞 欢迎大家加会员 全球大事业直播线上见